谁曾想到中国最后一个道士 竟然是三千年前被复制出来的人 每一世都在承受着天罚 每一世的扎文斌都是天煞孤星 当初复制出扎文斌的那个他 魂魄开始到处飘荡 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灵魂 于是他想重新开始 想让一切都回归到原点 回去做一个普通人 现在他附体在卓雄身上 要重启三界之门 湖边的湖水开始向他的脚下聚集 一个锥形的水柱 拖着他的身子开始慢慢向上攀升 他就像一个远古的魔王 他要复活三界之门 唯有这样方可获得肉身 就在这时 当初他创造出的天地命三魂重现 借扎文斌肉身再战人间 一时间黑云压顶 一场史无前例的阵邪大战 在昆仑之巅上演 可三魂那是他的对手 他可是创造出了一个属于他的神话 但是有了一段神话 注定上天不会再让他继续 书写另外一段神话 天裂了漫天厚厚的云层 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散去 昆仑之巅又出现了一个人 他就是大快套 没有人曾真正关注过他 原来他的胸口也有一条龙 而且是巨大的龙 大快套胸口的血液在燃烧着 这才是远古而高贵的龙族血脉 这件大快套带着无边的爆发力 静止冲向了木灯口袋的卓雄 这才是真正的龙血 他身上的血染红了昆仑的湖 山开始抖动了水 开始泛起了无边的涟漪 满山的东西向侧大地 卓雄双眼一闭 坐在地上却见日月双轮 凌空飞起一团人形雾气围绕在周围 他已经不再需要这具皮狼了 他只需把日月双轮送上神像之巅 三界大门就将再次开启 世间的一切都将推倒重来 也就在这时 大快套用头直接撞向了石像 无数的裂纹开始由脚向上崩裂 石像塌了 无数的巨石开始向下倾泻 不多时摇池之内 闪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石像日月双轮 连同了人的魂魄 瞬间卷入其中 数秒之后 湖面又恢复了瓶颈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但是老王死了 就埋在这昆仑之巅 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 还有那只三足蚕的金破 已随太阳轮重回昆仑之巅 在这片出生地的水里 他将成为下一任的守护神 三足蚕交给扎文斌一只小蝌蚪 便消失在茫茫的水中 不远处三个人心影子聚集到了一起 这是三个飘荡了几千年的魂 如今他们化解了三千年的恩怨情仇 悄无声息的走向了扎文斌 就如同魂归本体一般和扎文斌重叠在一起 从此望穿河上 再无百度道人 风渊墓地 不再引人归魂 一个被神话传送了几千年的一代君主 正式回归了历史 一个星期后 昆仑之巅的火山口开始了第一次的喷发 扎文斌他们在枪足部落又修正了一段时间 临走前 枪足大祭司亲自送上壮行酒 几人一饮而尽 瞬间就不省人事了 过了许久 等他们睁开眼睛 他们所在的位置正是野牛沟的入口处 只见很远的地方 有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他们很是纳闷 老王去哪了 老刀了对人 又去哪了 抄子看了一眼手表 进来的时候是三号 现在手表居然显示 今天是二十八号 扎文斌一时间完全失去了头绪 顺势补了一挂 挂像显示 老王和老刀他们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是的 他们整整失去了二十五天的记忆 就在扎文斌的身边 只留着一本如意册和一只小蝌蚪 几人背起新郎 准备原路返回 扎文斌再回头看了一眼 那座弥漫在大火和龙烟之中的远方 他的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我曾经去过 回到老家的扎文斌 还是之前的那个道士 但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超乎了常理的道士 他能够为民起命 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更能为自己女儿报仇 斩杀了一名阴差 可阴差是何等的人物 那是地府的使者 自从那日诛杀了阴差之后 扎文斌在睡梦中 时常能看见自己的枕边 站着两个手持铁链和招魂帆的家伙 几乎夜夜如此 他知道那两人便是牛头和马面 为了不连累兄弟们 他留下一封信件 独自出门 奔着北边去了 这一走就是三年 在这期间 他收了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徒弟 名叫同和徒 这是扎文斌 收的第一个徒弟 也是最后一个徒弟 扎文斌带着和徒 到了四川祁风山 这个一切开始的地方 当晚扎文斌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有三个自己 并着肩走进了祁风山 人分三魂 相隔独立 三魂从聚 天人合一 三魂从相斗到相聚 再次相聚到相依 今天他们要离开了 离开了扎文斌的肉体 或许扎文斌还不知道 那个能够斩杀阴菜的自己 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从今天起 他重新蜕变为了一个普通的道士 接下来的路 就只剩下扎文斌 独自一人了 三年后 浙西北的红村 扎文斌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正式收了和徒入门 天正道 第二十八代弟子 同合图就此成为扎文斌的关门弟子 扎文斌用心调教 可是没想到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也让此事就此成为天正道的绝唱 就在红村十里外的一个小村落里 一座石拱桥下的水潭 淹死了三个男孩 自打那儿起半夜里 那桥下经常能听到有孩子的嬉闹声 也有人经常看到有三个孩子 浑身湿漏漏的坐在河边哭泣 一时间漏得人心惶惶 都不敢靠近 微口做了替死鬼 溺水而亡后 形成的冤魂一般被称为水鬼 这些人死得不甘心 所以容易生成冤魂 冤魂不散不去 便会徘徊在淹死的地方 变成水鬼 无奈之下 扎文斌只好再度出山 用一种掉水鬼的方法来引出水鬼 既然是掉就会有耳 这个耳不是别人 这是扎文斌的徒弟 同合徒